三年前靖幼的父母经由介绍 来到了天使新家族基金会 一个专门帮助特殊儿童家庭的社福团体 意外地找到了转机 高中国中同学会一集合 来六个 四个离婚 然后两个先生死掉 只有我还有先生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 你还有先生 很好啊 我就看我先生常常吵架这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大家对爱情跟婚姻的准备度 有很多事不是那么够的 然后当然体谅迁就关怀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嘛 好 这个时候只是有一个对照性而已 大家平常我们现在照顾小孩 会花掉很多时间 然后你会煮东西给小朋友吃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吸引社会上 一些他愿意为这些父母亲 付出一点点时间的人 来照顾他们的小朋友一小段时间 让他的爸爸妈妈得以喘息 我曾经听一个妈妈这样讲 很有趣 她跟她的先生说 我们去天使星巴 然后她的先生说 为什么我要去上课呢 然后她的太太就回答说 只要你去那里睡觉也很好啊 你不觉得两个小时有人照顾我们的小孩 我们就是在那里发呆 睡觉 这样也很好 她先生听一听觉得 嗯很有道理 那我们就去睡觉吧 然后他们就来了 因为自己也有声让孩子 肖雅文更深刻体会 父母亲一刻都无法休息的压力 往往也成了痛苦的来源 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孩子 这样的父母亲嘛 所以我自己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有很多年的时间 我自己很封闭 然后心里面很愁苦 那在那种的光景之下 其实我觉得 当我不快乐的时候 好像相对的 其实我的情绪 也影响了我的孩子 那一直到后来 我自己跟我的丈夫 我们两个人开始 生命有一些改变 然后价值观不一样 整个心情不同的时候 才发现说 那种压力从我的内心中 释放出去之后 当我改变之后 我的孩子其实也跟着改变了 这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会常说 父母要先走出来 孩子才有希望 为了让爸妈们安心上课 储备能量 基金会特别安排志工 在上课期间照顾孩子 让父母可以暂时喘口气 家长也从彼此之间 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那时候纯粹是 好像不错 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去那边等于是放松 其实不是去上课 其实你去放松 有人帮你顾小朋友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那边有很多家长 有很多特殊的家长 彼此慢慢互相认识交流 就会知道说 原来他们别人是怎么样 在带他们孩子 那一群人就是走在我们之前的人 走出了封闭的家 静悠的父母才发现 原来自己并不寂寞 以前无人能懂的心情 也渐渐得到了舒缓 以前我们出去吃饭 我们都觉得是一个折磨 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个折磨 因为我觉得 哇 乔子会大叫 会跑跑去 没想到别人 我们都觉得出去吃饭 对我们是个挑战 可是呢 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吃饭 我们小孩子还是一样闹 可是我们有一群人 坐在山地里面的时候 这一群东东都特殊儿童的时候 也就会感觉到 那我心里面好像 我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 因为我们这一群 大家都是一样的孩子 大家会帮着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孩子这样没关系 就不用去管 其他的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孩子 对 因为这样久一久之就会慢慢的 你的心里面的那个解就会解开 你要祷告吗 你要赐福我的奖 赐福 祷告 好 这叫什么 主啊 主啊 什么呢 天呐 天呐 说天呐 天呐 天呐祷告 这样祷告 祈求 祈求 祈求很好 祈求疯靠 我祖 我祖 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 阿伯 阿伯 祂的祷告很简单又有力 加入天使心 爸爸妈妈找到了信仰 原本无助的心 不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静佑的身体更意外的有了好转 认识上帝以后 其实他每次发作我心里都充满平安 直到有一次 直到有一次我再带他去回 他刚好那一次也是发作 可是我心里好平安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去住院以后 我医生帮他做了一个很全面的脑部的检查 后来发现他的脑部居然很神奇的 以前那个不活络的地方 现在都已经活络起来了 我先走啊 我先走啊 一起来吧 一起来 你家家是小贵哦 你家家 你家家在那边 我家家 下来吧 我先走啊 有时候我们在半路也要蹲下来 我们习惯了 走在马路中心要蹲下来 我们习惯做自己 我们习惯做自己不看别人的眼光 我怕让我们看得很热 变得让我们 不看别人的眼光 只做自己 刚开始的时候 妈妈跟爸爸是这样吗 不是啊 很害怕 趕快起来 趕快起来 不准动不准动 妈妈明天 两个一天呢 因为我们从他的 我们很想要学习他的 亲爱的眼光 看简单的事情 有了得以信靠的爱 父母的心慢慢打开 也重新学习 用静佑的角度来看世界 要下去了 静佑怎么办 怎么办 好笑吗 有没有好笑 用心倾听静佑的每个表情 妈妈才知道 静佑每个反应 都是她的情绪表现 而不是乱拔脾气 静佑只需用自己的方式 和世界沟通 而现在 爸妈也找到了 通往静佑世界的钥匙 因为反应的时候还没做生的时候 你会不会幻想 有 自幽生哦 台大的建宗的哦 去外国念什么外国 哈佛 有 我都想过哦 要当医生当律师哦 医生如果当不 当不了就当律师哦 然后念自幽班哦 这些我都想过 那你知道后来不是有酒 幻灭啊 我希望快乐的过每一天 然后去过习自己的日子 好厉害哦 以前是我们一直不断满足我们的孩子 现在是我们从我们孩子身上获得女子 因为有这个孩子会使我们 在所谓的很多的事情上 我们就会比他清白 我们会更 呃 我很像以前那样 什么东西都一定要要在手上 当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必须也为你开启了另一扇窗 在爱与信仰中 爸爸妈妈终于懂得 尽幼的不完美 原来就是上帝送给他们最美的礼物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